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恒德兰表示 需阻止中国电动车冲斥欧盟市场 美国官员称 中共资讯操控对全球南方产生巨大影响 法运裁决 愿荣光归香港成禁戈 下面一起来看这期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8日 以军重新开放了以色列南部与加沙之间的凯雷姆沙洛姆故境点 据说 有数十辆人道主义援助卡车在一小时内通过了该过境点 但开放后 该过境点至少遭受了哈马斯两次火箭弹的袭击 据巴勒斯坦人在与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相关聊天室释放的大量报告显示 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人员正在窃取援助并出售人道援助以牟利 发此报告的人则面临报复 美国已暂停向以色列交付3500枚炸弹 因为担心这些炸弹可能会被投向拉法 此事在美国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 曾在近东救济工程处工作17年的前雇员赛伊德建立了几个聊天室 2016年 他公开指责近东救济工程处藏匿了一张 否认以色列存在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地图 并在当年6月 联合国负责人潘基文召开新闻发布会时 用白布遮挡了镜头 因此被近东救济工程处免职 如今 赛伊德仍在经营这些聊天室 尽管最近对近东救济工程处宣扬恐怖主义的行为进行了严格审查 并承诺进行改革 但这些聊天室仍在蓬勃发展 其中 许多帖子都以反犹太主义 煽动仇恨和圣战恐怖主义为主题 成千上万的员工在聊天室里发帖 庆祝伊朗最近对以色列的袭击 这些聊天记录不仅暗示了近东救济工程处 在管理援助分配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也暗示了工作人员缺乏问责制 以及近东救济工程处高层官员 在应对这些罪行方面的不作为深感沮丧 因此不得不向塞伊德倾诉他们的不满 希望他能让近东救济工程处的高级官员 倾听他们的声音 另外 8日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了夜间视频显示 其坦克 步兵战车和推土机夜间大局进入拉法 在联合行动中 以军消灭了加沙市哈马斯海军部队指挥官 哈迈德·阿里 他曾多次指挥了针对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领土的恐怖袭击 同一天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国会2025国防运算听证会上说 鉴于以色列攻占拉法边境口岸 正在评估以色列是否会对拉法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是否会保证拉法地区的120万巴勒斯坦人的安全 为此 美国暂停了向以色列运送1800枚2000磅的炸弹 和1700枚500磅的炸弹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质问道:"你认为哈马斯、伊朗和珍珠党想摧毁犹太人吗?" 奥斯汀回答说:"是的!" 格雷厄姆又问:"那么你如何限制以色列的自卫能力?遵守荒谬 给以色列提供他进行战争所需要的东西 他输不起这场战争?"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终身教授张平赞同格雷厄姆的同时也表示 此事全在拜登 国会是无法干涉拜登的决定 前国务卿蓬佩奥发文表示 拜登政府正扣留运往以色列的武器 如果属实 这将是对我们在中东最重要盟友的背叛 哈马斯必须被摧毁 拜登团队不应再向国内的恐怖主义同情者屈服 而应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张平认为 从三个月前开始 加沙战争从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 逐渐演变成了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角力 表面的问题是 以军该不该攻打拉法式 消灭盘聚在那里的哈马斯的最后两个成建制的武装单位 冲突的实质是要不要留哈马斯一条狗命 出于不明的原因 拜登决定救哈马斯一条狗命 再加沙留下这个凶残的恐怖组织 为此 拜登先是拒绝同意 内塔尼亚胡三个月以前就交给他的拉法作战计划 随后策动英 法 加义等盟国给以色列施压 然后又在安理会放水 通过支持恐怖主义的决议 所有的威胁失效之后 现在直接史无前例地切断了以色列的军援 哈马斯的救星在白宫 当天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的发言人说 哈马斯准备讨论他们同意接受的提议 而不是新的提议 只要需要 哈马斯愿意继续应对战斗 消息人士称 美军在加沙海岸外 用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浮动码头完工后 在过去24小时内 至少两次遭到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和迫击炮的袭击 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对现场造成了轻微损坏 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将于5月20日上任 截至目前已经有37位跨党派日本国会议员 将来台参加典礼 8日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白鸿辉表示 5月20日前后将严密关切中共可能的任何行动 纽约爱德飞大学学者王维正呼吁美国政府 在台湾关系法TRA中应纳入 因应中共灰色地带战略的作为 8日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副秘书长陈志任表示 目前日本国会正值开议期间 国会议员请假出访并不是很容易 37位议员包含多位具有担任阁员经验的访兵 人数也创下新高 显示日方对我国新政府的高度重视 日本各地方及民间友台团体将有高达15团 超过140位访兵来台表达祝贺 更充分展示日本各界对我国新政府的友好与支持 另外 白鸿辉说 关于5月20日前后 中共是否会有进一步的举动 国军在联合情间针上都有所掌握 会秉持所有战备要求 严密关切中共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 中共在台湾海峡及周边的军事活动 不只是针对台海 甚至针对印太所有地区 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为全球所关切 军方任务是确保中华民国陆海空安全 24小时担负战备 德国7号派前两艘战舰前往印太地区 同时 美军RC-135U坦解放军核潜基地 沿广东 海南 绕飞西沙 专家分析 主要监控中共军队是否有异常活动 作为战略预警之用 避免中共自扰台湾520的相关活动 据中央社报道 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戈尔亚洲研究中心 7号举办《台湾关系法》45周年研讨会 王威正表示 拜登曾说 美国对北约创立条约第5条做出神圣承诺 若任何人侵略或对我们北约盟友采取行动 美方会作出回应 对日本、韩国和台湾也一样 TRA并不能保证美国在台湾受到攻击时出手保卫台湾 但拜登已经四度表态 如果台湾受到无端挑衅的攻击 美国将保卫台湾 近期 台湾最大的挑战是 中共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灰色地带冲突策略 《台湾关系法》需要更新 纳入未受到关注的领域 例如 因应灰色地带策略的做法 布鲁金斯研究院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也表示 台湾每天面临的网工及灰色地带活动 就是中共当前的手法之一 美国国安全越在这样的实际问题上投入心思 越有利于维系台海稳定 8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恩表示 欧洲必须阻止中国向欧盟市场提供享有大量补贴的电动车 冯德兰恩刚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一起 在法国会见过习近平 欧盟正在对中国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 以便确定是否需要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冯德兰恩指出 我们的市场充斥着获得大量补贴的中国电动车 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工业 资本市场联盟议题化的深入 有可能将我们每年给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投资 增加至4700亿欧元 习近平这次欧洲行第一站是法国 目的是减缓日趋紧张的中欧贸易 与习近平一起反欧的中国商业代表团中 就有电动车企的高管 如远景科技、上汽集团和小鹏汽车等 8日日经亚洲指出 2022年全球的电动车总产量中有60%来自中国 当天法国经济部长宣布 要在2027年之前将法国电动车的年销售量提高4倍至80万辆 这显示欧洲产业已经觉醒 注意到中国的竞争力正在日益增强 欧盟的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品牌在欧洲电动车销售中的占比为7.9% 而在2019年这个比例还只有0.4% 分析预测 中国车企占有的欧洲市场份额在2027年将达到20% 中国电动车品牌在欧洲的价格平均低于欧洲品牌24% 美国经济咨询公司熔顶集团称 继2022年中国电动车车企在欧洲投资118亿美元之后 2023年欧洲再次成为中国电动车相关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 得到了76亿美元的投资 欧盟委员会已经正式警告三家接受反补贴调查的中国电动车公司 他们还没有提供调查所需的足够资料 如果这三家企业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料 那么他们就会使用现有的其他证据来计算关税 会导致更高的关税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特使和协调员鲁斌 7日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智库活动上批评中共 以资讯操控的方式扩大全球影响力 同时侵害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利益 卢斌表示 有一面墙将独裁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隔开 在中国它叫做防火墙 中共可以自由地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宣传行动 而其他国家很难在中国传递讯息 这种不对称已经成了中共侵害民主国家的工具 中共的资讯操控对全球南方正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许多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愿意与中国合作 或许就是中共的资讯操控 使他们对中国经济项目的真实情况了解不够 不知道中国人来了又离开摧毁一个地方或造成环境破坏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中共在世界各地拥有力量能花费数十亿美元 试图操纵各种事物 卢斌领导的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专门负责识别揭露和反击破坏或影响美国和盟友伙伴政策 安全或稳定的外国和非国家宣传以及虚假讯息活动 去年9月 全球接触中心公布报告说 北京每年花数十亿美元用于境外信息操纵 卢斌举例说 宏都拉斯发生了政府更迭 中共请宏都拉斯的整个记者团去中国两周履行费用全包 向他们灌输中国多么美好的讯息 然后让他们接触中共媒体 这些媒体并非充满谎言 而是以操纵的方式填充事实 针对中共的资讯操纵 国务院高级官员提出两点方案 首先 利用美国情报部门揭露中共资讯不对称的现象 其次 与其他民主国家结盟 建立资讯空间主权 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解决假资讯的问题 如果有足够的主要国家承认资讯空间主权 中俄传播资讯时 就必须注明资讯来源是中俄 就会改变民众看待该条讯息的视角 8日 香港法院将2019年民主抗议活动中流行的 《愿荣光归香港》列为禁歌 当局将要求互联网平台删除这首歌曲 当天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称 这是港府履行保护国家安全职责的合法和所谓必要措施 时评人蓝述表示 法新社说 香港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 《愿荣光归香港》是第一首在香港背进的歌曲 这首歌是在2019年数百万人走上街头 要求政治自由抗议活动中创作的 现已成为这座城市民主运动的颂歌 广为流传 歌词中的一句口号 《自由香港 时代革命》 在抗议活动中广为人知 香港行政部门去年6月向法院提交了 对这首歌的禁止令申请 但在7月底被初审法院驳回 理由是禁止该歌曲会引发严重的言论自由问题 并且禁令没有实际效用 去年3月 谷歌表示收到香港当局的请求 要求删除两段油管视频 视频中播放的是在体育馆比赛中 被当作国歌误放的歌曲 但谷歌没有删除这些视频 但据香港上诉法院8日裁决称 谷歌等平台已经表示 如果有法院命令 他们准备同意香港政府的要求 香港网络安全专家安东尼赖说 要遵守对《愿荣光归香港》的禁令 平台必须确保香港用户无法访问这首歌曲 并且该曲目不在香港IP地址的服务器上 另外 习近平正访问欧洲 港府突然发布此禁令 引发外界关注 视频人唐靖远认为 《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 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 起到非常巨大的扭带作用 就是把香港人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凝聚在一起向中共进行抗争 这首歌某种程度上 已经成为香港自由繁荣 争取民主的象征 中共现在通过港府出手 来对这首歌申请的一个禁制令 其实就是要从心理作用上 精神层面上彻底摧毁香港人 继续和中共进行抗争的抑制 中共通过国安法强有力的政治干预 来左右司法使得香港在司法领域 唯一一块剩下的那么一点司法独立性 都基本丧失殆尽 这期的每日头条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还有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